合法化了,私中合法化了,这下给公安局的可都热坏了,他全拿了,他想捞钱,这回他就好捞了,连派所的所长都能捞,我想弄钱,我给你抓起来,抓起来弄手,玩你的通过管线找我,我给你放了,拿十万二十万给你放了。 你说吧,这回给公安局的可热坏了,咱们大陆过来的时候,这回公安局过去都没有杂权了,这回权大了,他说抓匪就抓匪,你看你有钱,好了,我跟你说能捞点钱,我早点什么折的,你能失踪了,你不得通过公安局找我来吗,那你拿好处啊。 这下那个,这个可热闹,我就说这个,就这一个,我赶紧到这个问题。 好,谢谢多伦多的李先生,我们下面再接一下印第安纳州的吴先生。 吴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啊,在这上能见到那个魏金生先生。 老魏,老魏你好,我是一位来自北京的那个哥们儿,就是我们从1979年就开始追随您的思想和理念,就是您的精神啊,鼓舞了一代人。 现在呢,北京是就是五十多岁的人嘛,差不多,对您还是非常认可的,尽管中共把你丑话成为妖魔,但是呢,就是包括公安战警啊,国家法律这些,国家干部啊,对您这个思想理念非常认可。 就是,但是您的很少在公务场上露面,您这一个露面呢,就被北京那个哥们儿有很大的鼓舞,希望您多露面,就是,太荣幸了,我们见到您。 谢谢吴先生 谢谢您 好 谢谢吴先生 下面我们再接一下澳洲的傅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 听得到吗 听到 请讲 OK OK 我想讲一下 其实现在我看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其实共产党它那么多年这么下来 它肯定是这么大 其实我们看从世界历史来看 我们看世界上所有的那些极权国家 希特勒 萨林 包括那些北朝鲜的金正日 还有那个布尔波特 那些所有的极权 现在的极权国家 他们所有的这些人 他们没有一个人去真正的去维护人权 他们干了什么 他们都只是在践踏人权 从那些实业开始 他们斯大林 希特勒他们杀了那么多的人 他们都是在践踏人权 他们没有去维护人权 还有刚才这些人说的什么 刘尚琦 那我想说一下 刘尚琦 那什么呢 当时五四年代的时候 有人提出来说 是人质呢还是法事 那刘尚琦 就他自己还是说了 还是人质吧 其实他就是意念了中国人去鼓化 就是什么呢 害人 他害别人开始 最后害到他自己头上来 这就是这样一个极权的一个制度所造成的 他每个人都是一个极权制度的维护者 其实也是他的受害者 我就讲这么多 那谢谢我先生 今天能听到你们的讲话的 非常高兴 谢谢 谢谢墨尔本的傅先生 两位回应一下 你刚才那个 特别是 对 你讲 没事 我就是刚才傅先生说这个 我还有点感触 因为傅先生说这个 其实大家不应该感到奇怪 我觉得还不尽然 因为实际上 你们开始发现了没有 外国媒体这会一片哗然 实际上比国内的反应还强 为什么呢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注重中国的法律 而之前他对此寄与了很大的希望 还有这位叫什么孔杰荣 你看这个 现在是NYU的教授 Jeremy Cohen 他在专门在中国法律研究中心 最早是哈伯 他一不停的研究中国法律问题 现在像一些媒体西方 他觉得随着中国 他用他自己的经验来套中国的模式 他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 把中产阶级赔出来了 法制需要完善了 他们会踢出来 他们一直就是用自己的经验在套 说这个慢慢要成熟了 有人甚至说再回五年建筑居住就会取消 劳教就会取消 我十年前就看到劳教在这一届人大就会取消 现在劳教还没有取消 这说明为什么呢 就是说从傅先生您自己的经济来看 你觉得这个是不奇怪 但从外人来看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呢 中国现在GDP怎么样呢 超过日本 这是世界第二 对吧 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就有军力非常增加 然后呢 愤青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可是在另一方面的法制呢 其实上是一步步倒退 这在外人来说是就是不可思议的 实际上他就这种不对称啊 不平衡啊 实际上真正说明了很多的问题 就中国人才明白的问题 其实呢 我觉得中共呢 在前一段时间 不是今年 实际上他在一直在外面 树立一个法制的形象 想让人家认为 他是一个法制国家 所以才造成了 为什么江瑜说的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中国人都知道那是假的 但是呢 显然就是说 不管是欧洲 欧盟还是美国 其实都大量的投资 你知道吧 他们还给钱 来在中国进行培训 这个要完善法制 但实际上那些法律呢 他都有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呢 实际上是原来有法律 现在他想把它推翻掉 就是把这个原来定出来 装面子装门面的法律 现在他直接要把这些 爱手爱脚的部分给否定掉 其实我们讨论是这个问题 其实从共产党一上台啊 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你说不要法律 不要法律 你这国家也不能管理 但是他从53年就立了个法 立了宪法以后法律什么 立完以后 他自己就不遵守 因为什么 他本质上是一个独裁的 专制的政党 他要执行他独裁专制的权利 他就不能去尊重法律 那么这就是一个矛盾 所以最后弄到文革无法不天了 无法不天大家受不了了 80年又开始搞 其实从78年开始 48年一下台就开始 重新搞 要搞法制建设那时候 宣传你们那时候都知道 宣传的很厉害 是 从你保护自身的权利的角度 他们也希望有个法律保护 但是从欺压民众的角度考虑 他们就不需要有法律半手半脚了 所以他们始终是没有一个矛盾的过程 刚才李先生讲的很有意思 像这个恶法一旦通过了以后 连派出所长都有赚钱的方法了 随时我可以 我可以随意扣个帽子 你是经济犯罪 你是什么犯罪 有嫌疑 只要有嫌疑我让你失踪了 家里就害怕了 真是像他说的一样 你会很害怕 对不对 那么他就敲诈勒索 然后因为没有进入法律程序 很多人没注意这个东西 这就是扩大了警察的权利 他不需要法院和检察院 来监督 不管那法院检察院怎么糟糕 大家批评很多 但是毕竟不同的部门监督的时候 你警察不能随意任意互作非为 现在就给了警察任意互作非为的权 我刚才说的这个 劳教 劳教就是警察的权利 其他任何部门都没有关系 他不需要其他部门批的 监视居住也是 他们限制人身自由 除了传讯以外 因为警察权利大 所以各国法律对警察都限制很严 你要是真正长时间的把一个人扣押 你得到检察院或者法院的批准 现在完全不需要了 我就用一个公安局的 当时抓我就这一 唯有公安局能开出一个监视居住证 我开出来你这人就消失了 好 那我们现在再接一下纽约吴先生的电话 纽约吴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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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主持人 您好 您好主持人 吴先生您好 现在我想谈一谈新唐人热线电话的看法 请进来快点 我现在有一个感觉 我们新唐人的热线连拨电话 已经到了一个大家注意的一个程度了 我曾经讲过 打死了大七寸 我们新唐人不能再停留在我们像吃完饭聊天喝茶那样谈的情况 像魏锦生先生已经深刻的品尝了共产党专制的味道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应该整个大形式 国际的形式 国内的形式 刚才魏锦生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们新唐人一定要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毛泽东做过 反动派不打不倒 所谓反动派就是反社会潮流而动 现在共产党是反社会潮流而动 所以你一定要打 不打不倒 当然我们现在手里不会用枪杆子去打 但是我们有我们 目前现在已是二十世纪 两千 二零一零零的事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香港 澳门 台湾 现在大批的大陆游客到那边去 我们可以大量的印发酒瓶 深刻目前的情况 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共产党的倒台 好 谢谢吴先生 那两位有什么回应 对 我觉得现在先生提的这个 就是说让大家普遍认识中共的罪行 这当然是很必要的 因为现在他能控制这个国家 我觉得很大程度还是洗脑 航母下水了 神奇又上天了 对对对对 原来公众还亢奋 就这个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 还在那里吹捕 对对 还说是进步 他给你表面上说什么 你现在保护你的看警察的权利 什么witness 什么见证人必须要出庭 他给你表面上做一些欺骗 那些东西根本上可以不执行法律了 你还要那些细节干什么 对呀 没有意义 所以恶法其实只要有几条 对 就足以把核心的恶法出来了 其他的细节都已经不重要了 比如说西方的学者都看着了 比如说他讲现在不能酷刑取证 那么酷刑取证 你又不允许公安在调查期间司法介入 对吧 对呀 那你说你酷刑不几 是什么事情 行了 谁是酷刑取证 我是酷刑取证 你连检查一样可以限制的时候 你都挡不住他酷刑 这就是一个表面的一个花招 这是表面文章 就是这样 所谓的给了一点改善什么的 其实那点改善是不主要的 不重要的 所以现在你说中国有句话 我觉得深刻特别 记忆深刻 他点到了实处 他自己有时候说话 他非常的精辟 而且就是深刻 比如说张泽民 现在就开始与时俱计 他现在上脸下脸是什么 本质不变 对吧 就是以时俱计 中国人的幽默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其实怎么抓到毕业上 现在还怎么搞你的名义 但是表面 我的这个东西 我这个警官肯定进了 现在要与时俱计计了 那个时候法院检察院还不批准 他还得偷偷摸摸做 最后法院判的时候 法院不承认 说这18个月不合法 我们不承认是刑期 所以还不能抵刑 法院等于说它是非法的 但是现在不行了 全是合法的 与时俱进了 全是合法的 好 今天的时间快要到了 那今天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和大家讨论了一下 就中国最近的刑事诉讼法 修改草案 以及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以及中共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去修改这个法律 它是进步还是退步 我想我们的观众从中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请下一次大家再安歧 收看我们的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